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 带各位来看一下这个单元 要来跟各位来谈 全球投资市场未来走向的预测 前面一个单元在谈的所谓的基础技巧的部分 现在带各位来看一下 投资市场未来走向的一些预测 到底你要有什么方法 来对于未来的市场做个预测 这一页是带各位来看一下 目前的所有的著作和异作的状况 这都全部是我自己个人的著作和异作 然后另外这一页是带各位来看一下 就是现在目前的被邀请写序的这些书 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来看 那你怎么样来预判未来的投资动向 这个单元主要带各位来看三个重点在里面 第一个是基金操盘的部分 第二个是ETF操盘的部分 第三个带各位来看一下 这些走势的研判 到底怎么去研判你到底怎么来投资 当然这里面包括你怎么去选择基金 还有这个ETF的部分 是做多做空 买进卖出怎么买怎么卖 带各位稍微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这个 怎么样来预判未来的这些投资动向 这三个单元 好 下面带各位先来看这个基金操盘的部分 那基金操盘的部分 基本上所有的投资的商品里面 所有商品里面 入门的部分 基础的部分 风险最低的部分 应该算是从基金开始饶手 当然基金里面 它基金类别里面各是各样的 有些风险值稍微高 有些风险值稍微低 当然在投资的过程中 很多投资人对基金的风险 有些时候的认知上 可能也有些错误的认知 那你自己本身要去小心 像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跟各位讲 有很多人认为所谓的高收益债券 风险相对低 这个逻辑不对 因为高收益债券高收益 高收益就是高报酬 高报酬高风险 所以高收益债券就是高报酬高风险 它其实相对风险是相对的高 高收益债券 基本上它的走势 跟股市的相关系数相对大 跟债市的相关系数相对小 这个都是你要去厘清的 另外就是说 在基金投资上面来讲 你要晓得 不同的种类 到底有哪些种类 你到底投资的时候 现在目前的状况适合哪一种 这个就回到了刚才我们前面谈的一个 前面的一个单元 谈到所谓的总金外汇的部分 我们讲的全球投资的 这些基础技巧的部分 你必须要先理解 有了这些基础之后 你才晓得说 在循环周期什么位置的时候 来选择哪一类型的基金 那当然目前的实际点 到底在什么样的实际点 基金上投资应该怎么去投资 这个都是你要去思考的大方向 这个是基金操盘的部分 那第二个 再各位来看一下 所谓的ETF操盘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 国内的投资 慢慢的开始朝向ETF发展 其实不是国内 全球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ETF投资越来越热门 资金都到了ETF了 现在重点来了 什么是ETF ETF跟基金有什么关系 简单讲 ETF就是挂牌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 也就是说 我们的基金的时候 你每天看到一个镜子 但是ETF不是 ETF是随时随地盘中的时候都有报价 随时随地盘中都可以操作 ETF跟基金的最大的差异性 如果我们从基金经理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那么简单说 ETF就是机器人经理人 简单来讲 就是ETF的基金经理人用机器替代掉了 所以我们的ETF在运作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的ETF的股票到底怎么去配置 那是在ETF还没开始运作之前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用这个电脑程式已经先设定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ETF 我们的ETF的特性 当然在ETF的操作过程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有各式各样的ETF 然后我们ETF的操作的时候 我们运用这个工具也非常的广泛 像如果说你是大资金规模在操作的 那ETF可以来帮你做避险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有反向的 那在台湾来讲 00500你会发现到一个反一 反一的意思就是指的 这个我们讲的就等于是融卷一样的意思了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正二 正二的意思就是指的杠杆倍数是两倍的 0050有正二 那就是杠杆倍数两倍 杠杆倍数两倍 其实简单翻译就是融资了 我们的融资其实现在目前是四成 也就是2.5倍的杠杆 所以简单的说明就是反一就是融卷 正二就是融资 那当话讲回来了 当市场开始产生系统风险的时候 当你发现到我们的台股开始往下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反一就变成是最佳选择的标的 甚至它可以帮你来做避险 所以ETF的操作越来越广泛 那么你可以看到包括日本的股市 香港的大陆的中国的台湾的 甚至于到欧洲的 甚至于到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美股的部分 当然如果说你要去投资比较广泛的ETF的时候 基本上大概你看得到的 这个我们在市面上你看得到的这些指数 绝大多数 谁要是热门的人都有ETF 简单说 例如说美元指数有ETF 恐慌指数有ETF 费城半导体指数有ETF 你只要看得到这些指数都有ETF ETF的操盘操作广泛度越来越高 那你怎么去了解到这个ETF到底怎么去操作 怎么去运用什么技巧来操作 这个是ETF操盘的部分 你必须要去了解到体认到的重点 第三个这个重点就是要带各位来看 所谓的走势研判的 当然我们刚才在前面谈的 全球投资的一些基础的技巧里面来说 这个就是我们走势研判里面的 基本面需要用到的部分 那么当然除了基本面的部分 还有很多技术分析上面可以运用的 包括你怎么去研判一个走势的趋势 到底会不会延续 那到底在什么地方会反转 当然话讲回来 如果你做短线 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做当冲 那你就要有短线的技巧 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的 研判的技巧在里面 全部回归到所谓的技术分析去 技术分析的广泛的运用的有效性 从什么地方来 从市场参与者的共识 当大家都运用这个 然后这个是有效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它的效益出来 这个是走势研判的部分 所以走势研判的部分重不重要 走势研判的部分非常重要 因为你缺乏了这些样东西之后 你就不晓得哪里买哪里卖 你也不晓得会不会涨 涨了之后还会不会再涨 你都不晓得 这都需要靠走势研判 所以走势研判的部分 那是你在整个操作的过程中 操盘的过程中 需要去仔细的去了解熟悉的技巧 好 这三个主要的核心的重点 像目前在2016年的10月26号 延续这里有一个台股跟全球的金融投资趋势 这个两个小时的部分的课程 在四个重点包括全球投资的现况 台股投资的方向 基金投资策略超盘买卖技巧的部分 我们分了四个重点来谈 这是12月26号 有兴趣的可以到延续院的官网上面来报名 另外在全球投资超盘这个系列课程里面 刚才带各位看的前面基础的部分 是总金的部分 外汇的部分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单元 来谈这个超盘技巧的部分 三个单元里面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3月22号 是个全球投资第三个单元的基金超盘的部分 还有4月19号全球投资ETF超盘的部分 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谈的 5月24号26号全球投资走势研判的部分 这总共本来是有六个单元 我们现在把它拆成了两块在里面 第一个部分谈的是所谓的基础的部分 全球投资的基础 基础技巧 这个将谈的是全球投资超盘的技巧的部分 所以我们六个单元里面 前半的部分跟各位刚刚谈过的 就是所谓的总金外汇还有资产配置 那这个单元跟各位来谈 就是谈基金超盘 ETF超盘 还有走势研判的部分 总共六个单元 如果你有兴趣 那么我们明年1月到6月的 这个课程全部都在线上 你有兴趣就赶快来报名了 那这个单元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 谢谢